哇,这个海边的风真的吹起来特别舒服 来到海南以后就会发现 这边有很多的那种东北来的 相对来讲可能就是那种退休的人员吧 他们很多人都是自驾车过来 开着房车过来过冬的 一待就是好几个月可能也就半年了 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来海南这边过冬真的是太舒服了 相比于东北来说 上了年纪嘛就容易胖了 看看这个海南这边的气候 多么好啊 蓝天白云 还有大海 阳光沙滩 还能赶海多棒 我旁边就是海南省博物馆刚刚参观完毕 到此的话这个海口这一站就全部结束了 结束完以后就开始真正的环岛之旅从西线开始 现在的话就上环岛高速去下一站临高脚 走吧 是去那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拐弯 便开始走上高速了 还真是不习惯 没错 这就是海南的环岛高速 海南这边是没有任何高速收费站的 1994年1月1日起 海南省实施燃油附加费制度 将公路养路费 过路费 过桥费和公路运输管理费四费合一 统一添加于气柴油零售价中 因此海南省高速公路不另行正收通行费 包括海南地区还线高速公路 至于汽油油价嘛 比普通的汽油油价高出约1.2元每升 所以自驾来海南的话 上轮度之前还是建议顺道把油箱加满 海南环岛高速的建成通车 极大的提高了海南地区人流及物流的通行效率 从北端的海口到南端的三亚 走西线环岛高速的路程大约是380公里 走东线的话大约是280公里 所以自驾环岛就很方便了 站与一站之间花费的时间很短 每天的行程安排时间都会很充裕 好帅的小哥哥 来海南环岛啊 保持直行走右侧车道 现在我身后就是林高角解放公园 这边也改名为海南解放公园 从海口过来的话大概一个半小时 这里距离林高县大概11公里吧 然后这边的话 不用买票参观 凭行程码就可以进 绿码通行 看一下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过来了 也有很多从外地自驾过来的 门口停了好多的那个房车 这里是进来的路口 走吧 进去看一看 林高九解放公园 位于林高县北部海滨 北林北部湾 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 附近海滩是解放海南渡海登陆站 主要登陆点之一 2020年5月 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林高县完成了 林高角解放公园的升级改造 并更名为海南解放公园 使其一崭新的精神面貌 迎接解放海南到70周年 林高角解放公园 极力使文化革命传统和优美的自然景观为一体 是海南红色旅游代表性景点之一 林高角是突出于琼州海峡上的一个夹角 也是海南八大海角之一 它貌似大鹏之头飞向海天 把海分成左右两半 又为东海 常年吹东北凤 特别是每年秋季 葡萄汹涌 京涛排岸 古称南海秋陶 左卫西晚 一年四季风平浪静 任朝长朝落即波澜不惊 古称大鹏万 左右两弯四大棚展开之双翼 翱翔翻飞 有一鸣惊人 一飞冲天之势 走进来之后 就发现这个公园的环境是真的不错 这里没有海口的阴天 没有三亚的炎热 一阵阵海风吹过来 真的太舒服了 如果是开房车来海南这边旅居的话 我觉得 这里是绝佳的素影点之一 去以为天上的水 找了明月 用时间望呀望 爱恨重覆过千百遍 红尘里飘摇 就像这带风吹 带风吹 一字吹 吹做那心里 那天痛那天悲 用暴雨送死放送细去 当初的地 荒坏是天之地